主席大家好,请院长 有请翁院长 刚刚听到我同学有人要挖脚他80万去任教 我非常开心 政治人物还是比不上从事学者的工作 比较有这个价值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可能是学者的盲点 也是我想提出来请教院长的事情 因为我对中联院未来的定位 我是有一些惶恐 也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 我先简单请教院长 一两个问题就知道我要问的用意在哪里 您赞不赞成这个 有条件开放含瘦肉精的美牛进口 我想这个牵涉到食品安全的问题 你赞不赞成啊 我只问你赞不赞成 我先要讲这个 我们怎么做决策嘛 食品安全的问题 其实是要考虑到 所有添加物要对人体无害 人体无害 那这一个 才能够算是安全嘛 那这个就是落在卫生署 卫生署的责任上 我们很多食品的 健康食品药物 这一些 这一些是不是能够使用 都是要用这个原则 可不可以使用 对 可不可以使用 这是安全的问题啊 那现在政府的开放政策 你赞成吗 假如证明是对人体安全的啊 那现在证明了没有 就是标准要 现在证明了没有 现在我没有看到 这个只有少部分的 院长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哦 我不是无地放始 是因为我很担心中研院的角色的模糊 是我一直对中研院 它的学术地位 我充满了非常高的一个敬意 我觉得它不应该卷入世俗的议题里面 它应该是穿透时空 为未来找到答案 而不是为现在找对策 可是这几年来 你们开始对于现在的问题 提出一些建言 包括教研与公务分轨体制改革 人口政策 因应气候变迁之国土空间规划与管理政策 我不知道这些事情跟中研院有什么关系 如果真有关系 以后中研院你就无完无了 你没有休止的一天安宁的日子 我会问院长瘦肉精你赞不赞成开放 我会问你到底要不要赞成非核家园 我会问很多现在的问题 而我不是希望中研院来回答的问题 可是你们把自己已经卷入了 这是我第一个要提醒院长的 不要跟现实的政治议题或社会话题去挂钩 这是我第一个跟院长提醒的事情 否则中研院永无宁日 第二个 我把中研院的研究经费做了一个调查 大概我们101年有78亿的研究经费 但是我们有24个研究所跟7个研究中心 我不知道 现在中研院的险学 是哪一个研究院所 因为你不可能 去做雨露均灾 过去也许我们中研院 肩负的使命 他的议题会比较清楚 但是现在这个世界的问题 太多了 中研院你要 推动尖端领航研究 你不可能样样兼顾 那我想请教一下院长 在你任内 你的险学是什么 我看到了在上个月4月份 你轰轰烈烈办了一场台湾研究 竟然台湾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 就是国会乱象 竟然连国会议员都没有通知 院长 这叫台湾研究吗 院长我讲这句话 是给你一点点醒 你不是去迎合一些现在的事情 你应该点出说我在院长任内 我的中研院 我的重点发展是什么 你不可能把78亿 全部给你的24个研究所 跟7个研究中心 对不对 我想既然有研究所的存在 他必须要有经费 对 但是重点 重点在哪里 我举一个例子 院长你有去看过你自己 讲说你们做了一个非常棒的研究发展 叫VCenter 你上网看过吗 院长 这个是比较个人的研究 不是比较个人 你还列入你报告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成果 而且是可以移转到业界去的 您知道吗 对这个是 但是您知道 我把这个VCenter 拿去给业界看 人家一个研究所毕业的硕士 就可以独立完成你的VCenter的一个研究 您知道吗 为什么他还做了一个评估 里面你播放的软体 你是用Flash 是用别人的 而且没有未来的标准 你的商业收益模式是零 你的资源影音格式是限缩的 你的即时影像直播是 无 我不是说对我们资讯所有任何的否定 但是我就很担心 在我们的有限经费底下 你要让每一个所都活下去 最后的结果 大家要么就是在社会上没打转 要么就是做出一个简单的报告 连业界都没办法经过考核的 考验的 一个这样的成果出来 我担心的是这样 但我更担心的是 我们会不会做一个错误的发展 到现在为止 过去这将近十年期间 我们对于生技产业 我们前前后后 前面两个计划家 现在后续的计划 总共花了多少钱 院长花多少钱 就是国家计划是不是 国家计划前面五年 后面五年 总共有十年了 对 总共十年花了多少钱 这两个计划 我念给你听了 基因体医学国家型计划 总共花了146亿 生技制药国家型计划 花了108亿 我们中研院一年的预算 也不过110亿 院长 我刚刚讲的前一个问题是 很担心因为我们雨露均占的结果 大家都要分配到一点预算 最后就变成浅叠型的研究 再过来我很担心 国家型的研究计划 最后无止境的一直把钱投进去 可是谁给我们一个喊 STOP 谁来喊说我们该不该转型 谁来喊 大家不是来 进乡说 我有一个园区 我有一栋漂亮的建筑物 就代表我生技产业的开始 那么独厚某一个产业 是不是我可以在这边大胆的讲 院长你回顾 你院长的任内 我的显学就是生技产业 可以这样讲吗 还是还有其他产业 这真的是我对中研院在预算支持上面 我最大的模糊点 我不知道中研院定位到底在哪里 我想中研院他的角色还是基础研究 但是这个基础研究有两个方向 一个就是所谓好奇导向的 为了研究而研究的 另外一个是问题导向 那问题导向一定是跟外界有关联的 所以从问题导向的研究 我们就必须要去考虑到它对社会的影响力 我知道院长 那这个当然我们一直在规划这个问题的设计 这个不止中研究员 整个学术界从事研究的话 就是要想到这个跟社会的关联 所以它的最后的目标要清楚 并不是用发表论文当做目标 我完全是这样 中研院自己对外宣称的时候 也是以论文研究被引用的次数 比如说每篇论文被引用9.15次 来表示我们的指标已经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这也是你自我定位的方式之一 但我要提醒院长 在你们自己的报告里面也在提到 我们自己的研究基础研发经费 也在逐年下降当中 我担心的事情是院长 我也不否认 如果今天不改善我们的研究环境 我们的人才会流失 可是什么样的人才是我要留下来的 院长 我把你的整个预算书 还有你的报告我从头到尾都看过 可是我看完以后 我真的不知道说 院长 我的重点支持到底在哪里 就像我们做立法委员 我们有这么多委员会 可是从2月1号上任到今天为止 我出了文化教育委员会之外 我别的委员会我并没有去 我不是不关心 也不是不了解 但是我觉得既然 我在这一届 对文化教育我有使命感 我就好好的把文化教育委员会守好 把议题研究清楚 我希望4年后 大家会说陈学生在文化教育上面 他是略有贡献 不敢讲左右贡献 因为他需要花时间去研究的 所以其他委员会不跑 是因为要钻金 但我很担心 真的中研院包山包海 包到后来你一直跟我讲 研究经费不够 人才会流失 但你要告诉我说 我们到底立法院要支持 中研院哪一个研究计划 是我们认为首要的 或是领先的 或是未来在世界上有举足轻重的 不可能所有院所都是 院长这一点报告 你要从我们委员会 选择一个委员会 不敢跑其他委员会 你要从一个院长的角度 也许你这样讲 你会得罪其他的各院所 因为每一个都是你的子女 手心手背都是肉 可是如果我今天要省你的预算 院长 你如果不能够提出 除了生技产业之外 你讲出中研院的重点发展 而只是去提我刚刚讲的 潜贴式的社会议题研究 人口政策 医疗保健政策 院长 这个研究计划 很多学校的老师 找研究生都已经在做了 甚至我们可以立法院 做一个决议 部会在三天之内 就可以赶出一个 还算像样的报告出来 根本不需要中研院 去跟社会敌大在一起 所以我很担心 院长在你主政期间 中研院迷失了自己 院长这样讲 你可以支持吗 我很担心我同学被挖走 八十万 我不知道你给历史业所 给他多少钱 我不知道啊 但你如果认为历史业所 很重要 我就是一年给你二十亿 其他地方少一点 因为你是重点 也可以啊 但如果你觉得说 他不是我的重点 八十万有人请他走 也可以啊 我把钱给别的 也可以啊 对不对 我去香港看他就好了 不是吗 院长 谢谢 谢谢委员的意见啊 我是觉得 现在的学术研究 离不开社会议题了 责无旁贷 责无旁贷 只不过中研研究院到底 他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刚才委员讲的那些政策建议 并没有动用到这个 院长 资源 院长 最后讲 对对 中研院扮演知识分子的良心 对 我要卷入政治 对 要穿透时空 然后选出你的重要现象 我一定支持你 好不好 因为我们都很尊敬你 好不好 谢谢